秦王李世民在此协力你听着, 你敢和我单挑吗? 公元624年突厥再次入侵新生的唐朝 三月,报,宁夏雇元遭袭 五月,报,山西朔县遭袭 六月,报,山西左云遭袭 七月初一,报,朔县再次被袭 七月初十,报,雇元又被攻击 七月十二日,报,陕西龙县被袭 七月十五日,报,甘肃平良被袭 各地告急的军报如雪片般飞入长安太极宫 北关的情绪蔓延至整个长安城 到底该如何抵御突厥? 朝廷展开了辩论 占主流意见的是以唐高独李渊为代表的监督派 他们认为突厥屡屡入侵长安 是因为长安城太富有了 如果我们实行交土政策焚毁长安 去湖南湖北建都 突厥人无利可图就不会再入侵我们 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反击派自然看不上这种调价言论 李世民上书说 北方牛牧民之患自古就有 当年仅仅是汉朝一小将的祸去并牛至灭匈奴 何况皇帝您统领华夏拥有精兵百万 如真要千东 我们大唐可就要臭名远扬 唾弃万年了 请陛下给我十年 如十年之内我没灭掉匈奴 到时再千东也不晚 十年灭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北方牛牧政权 李渊同意了秦王李世民的请求 随后派李世民李渊及两兄弟北上宾州与突厥主力决战 双方在陕西省咸阳市宾县相遇 乌龙板之战正式打降 战场形势如下 突厥一万多骑兵在宾州城西扎营 李世民约一万人在城下扎营 双方都困在山奥澳里 北面是京河 南面是山 东西两侧出口非常窄 如果在这里真打起来 那就是一场没什么战术谋略的硬仗 那一方士气高 装备好 人数多 就肯定能赢 我们来对比一下双方情况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首先对比后勤情况 突厥作为北方游牧民 后勤从来不是问题 牛肉干麻奶酒 放今天都是豪华套餐 李世民这边就比较惨了 军粮主要是宿米 得由专门的运输队隔三差五来送 这段时间暴雨连绵 道路泥泞 河水暴涨 想从关中平原 把粮食运到北部山区 南上迦南 所以李世民的部队经常吃不饱 第二 我们对比一下武器装备 光今年有记载的突厥入侵记录就有八次 武器就是突厥人吃饭的家伙 加上突厥全是骑兵 所以各个战斗力很强 装备精良 李世民这边呢 据记载武器陈旧损坏严重 毕竟咱们吃饭的家伙是锄头 最后 士气 你想嘛 突厥这边今年已经顺利抢了七次 吃着牛肉唱个歌就来了 士气能不高吗 而李世民这边 吃不饱 还天天淋鱼 武器大多都是歪法子 自己都觉得打不赢 士气能高吗 所以 李世民除了人数可能多一点 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劣势 怎么办 如果退却 那突厥人的骑兵将会把我们屠杀在这个山谷里 排兵步阵硬打 估计也打不过 怎么办 李世民思索良久 自认为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比突厥人多 那就是心眼子多 虽然场面上看似是两军交战 其实有三股势力 突厥其实是分成两派的 喊打喊杀的协力可汗阿史内多币 偷偷跟李世民联络的突厥可汗姓阿史内波比 其实协力知道突厥暗地里和李世民来往 但又没有实锤 所以不好发作 突厥也知道自己暗地里和李世民来往在突厥人眼里有点那个什么 所以自己也黑不提白不提 李世民觉得 只要自己利用他们俩这个心结 搞不好可能让两派内斗 我们做收余力 最次也能让两派分手 实力立刻减半 我们压力也小了一半 计划定好了 该怎么执行呢 李世民没有学曹操讲干道书这些文周周的办法 我自己李世民就是最好的演员 说干就干 开始我的表演 李世民在营里点了一百名悬甲军 竟直向两阵中间走去 走之前还不忘调侃弟弟李元吉 老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你还是在这里看着吧 李世民先跑到协力这边挣钱喊话 协力 我大唐可是跟你签了合约的 为何不守盟约跑过来闹事 现在我李世民就站在这里 有本事你出来跟我单打独斗 如果你没这个胆子 那你们都上 不论来多少人 我就只帅这一百 岂跟你们一决雌雄 协力这下是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李世民明明败局已定 还出来叫嚣 肯定有诈 于是笑而不语 李世民看协力这边没有回应 又策马跑到突立那边 好言好语说道 突立 你我可是烧过香的兄弟 之前说好了 你我攻守同盟 现在过来打劫 怎么不顾我们的兄弟之情 突立也不回应 李世民接他老底 估计脸都红了 李世民又骑马跑过来 协力这边越走越近 协力之前听到李世民和突立说什么兄弟之情 之前本只是怀疑突立和李世民暗通团取 这下可是实锤了 他怕突立和李世民有什么阴谋 便叫住李世民 你别往前走了 可喊我这次来也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来跟你结盟的 于是把军营后撤 防备突立 李世民看协力上钩 自己软的协力已经吃了 还得给他一记应的 于是回应组织赶死队 突厥这帮子人没什么好怕的 也就靠一张公设的准 现在天天下雨 他们的公交也开了 金也裂了 没有攻的他们跟没有翅膀的鸟一样 就是我们案板上的肉 当晚赶死队冒雨突进 打了协力一个机灵 协力营中大乱 第二日 协力总算明白过来 这李世民单挑也好 夜袭也好 全是套路 于是叫突立过来 准备向李世民发起总攻 只要一个冲锋 李世民那些在尼地里打滚的士兵 喜不全军溃散 正当协力正美着 想着如何进攻 这时突立到了营中 一脸的为难 突立 你特么又怎么着 李世民昨晚来过我营里 跟我分析了一遍国内国际局势 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 咱们别打了 和亲退吧 盟友都叛变了 协力只好沿河退兵 这就叫 协力出兵太犹豫 突立耳朵软如玉 明明一个全胜局 偏偏碰上李世民 早上几句离间鱼 晚上偷偷吓死你 等你再次想明白 盟友都在KTV 嗯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